好来看到花莲县消防局特种搜救大队 为了要进一步提升搜救技能以及应变的能力 1月6号到8号是远赴消防署竹山训练的中心 参加国家搜救队伍认证 之前才在县长徐正卫的勉励之下 办理国家搜救能力终极认证授旗仪式 如今传来好消息 顺利取得中型搜救队伍的资格 未来将可以投入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行列 为了应对各种灾害保持最佳状态 花莲县消防局特种搜救大队 1月6至8日 副消防署训练中心参加终极收救队能力认证 日前才举办授旗典礼 县长徐正卫 地委傅昆琪先后出席勉励 期盼顺利通过 如今传来好消息 花莲县消防局特搜队 由大队长简红成率领包含警销40人 一销10人 医护3人 土木计时2人共同组队 共计55人参与认证 第一阶段为书面资料实地审核 第二阶段为36小时不间断实境测验 在搜救队团结一致努力下 顺利挺过层层关卡 完成各项救援任务模拟情境 成功通过认证 花莲县消防代理局长吴赵元表示 本局取得中型搜救队伍认证 是对搜救队成员们的肯定 成为六都之外 即台东县 屏东县 第三个通过认证的县市特搜队 外来将肩负国际人道救援任务 持续充实各项特搜装备器材 办理各项专业训练 健全提升救灾能力 接着讲报应 华林斯报导